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牛樟枝在过去被称为是台湾的红宝石 民间一直传说有抗癌的作用 而经过的长时间 总共有六年的研究 来自农委会 来自马街医院证实 确实有疗效 它的疗效呢 针对白血病特别有效 意志力高达97% 针对很难预防的胰脏癌 也有效果高达65% 不过这必须是萃取出来 所谓的活性化合物 所以说你光干吃牛樟枝 是没有用的 而预计来两年之内 有关牛樟枝抗癌的药物 也会上市 这就是台湾特有的牛樟枝 非常稀少 也向林务局申请才能取得 而更珍贵的是 这阶层一段又一段的牛樟枝上 长出来深红色 不同形状的牛樟枝 它颜色会变成橘色 慢慢变成深红 牛樟枝的颜色真的很美 被誉为是台湾红宝石 因为牛樟枝讨厌阳光和氧气 得在黑暗的富裕市 先植菌后 经过一年才能采收 像这样一块 手掌大小的牛樟枝 市价高达一万 不少生计公司 都拿来研发成各种养生食品 对陈先生六年前 罹患鼻咽癌 手上皮肤还溃烂 他说试了牛樟枝之后 症状改善很多 在表层皮肤来讲 完全是溃烂掉 就剩下一个小点 牛樟枝真的能对抗癌症吗 行政院农委会和马杰医院合作 经过六年研究 从牛樟枝中 萃取出最纯的活性化合物 取名马杰一号 就是这细小的白色粉末 抗癌能力超强 他对胰脏癌主要是造成一个 大量的雕王跟坏事 而且他的时间 大概三天内就达到 不只能抑制胰脏癌细胞 对付白血病细胞也很有效 这个成果令人振奋 预计两年内完成动物试验 16年马杰一号 以不同尽量实验 结果发现三天 只要三天 白血病细胞细胞核逐渐分裂 接着坏死 相对胰脏癌细胞抑制率也很高 癌症细胞会慢慢胀破凋亡 白血病来说 可以到97到98% 那如果是胰脏癌 可以到接近65到80% 这消息真的令人振奋 因为白血病堪称 小儿癌症发生率第一名 尽管治疗方法很多 但复发率超高 胰脏癌因为症状不明 不容易早期诊断 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好 可说是最难治疗的癌症 如今现阶段马杰一号 预计两年内完成动物实验 再开发成为标靶治疗药物 不仅是医疗技术重大突破 对病患来说更是生命曙光 究竟什么是章枝 紫实体又是什么 章枝中含有哪些成分 章枝是传说中的千年灵芝吗 而神秘的红章枝 又有哪些令人惊奇的功效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神奇章枝的真相 章枝也叫做牛章枝 或者叫牛战菇 它的学名目前已经定下来的 是叫做Antrodia canforata 是在1997年所定下来的 那它所生长的环境呢 是在台湾800公尺以上的原始森林 附有牛章树的树洞里面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珍贵 而且呢目前受到保育的一种菌类 我们都知道 林芝它是属于叫做Ganoderma这一个树 那它很容易栽培 不管是紫色体还是菌色体 都可以大量的经过 像是这种香菇的方式去得到 那最重要是说 它里面所含的三铁类 大概只有1到3个percent 这是我想所有的林芝 大概都有这样的特性 那至于植方面的话呢 它的三铁类的化学构造 跟张芝所得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再回来看张芝 张芝它是属于叫做Antrodia这一树 那最重要是说 它的栽培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它的固态得到质尸体的方式 它要经过相当困难的一种方式去获得 因此呢 这样子经过栽培以后的话 目前所栽培出来的成分 它里面所含有的三铁类呢 大概接近半个20 这是跟林芝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至于说三铁类的质方面的话呢 它在构造上跟林芝的三铁类 也是不同的 相传清朝乾隆38年 西元1773年 附近张州民一无杀 率领先民来台开墾宜兰 发现到山中原住民因饮酒之故 经常宿醉 头痛 并罹患肝炎 肝硬化 但原住民却可不要而育 原来他们不但将张之 拿来作为缓解疲劳 治疗各种疾病的良药 更是平日随身攜带的解毒妙方 无杀根据原住民的经验 运用在消炎止痛 解毒饱肝 改善肝炎 肝硬化 及癌症患者抑制肿瘤的领域 并成功治愈了许多的患者 因此 无杀高明的医术流传开来 遂有再世华佗的美誉 为什么张之会如此神奇呢 根据医学检测得知 野生张之子实体拥有许多优异的生理活性成分 如三铁类化合物 多糖体 鸡丁质 鲜肝 维生素 蛋白质 超氧气化酵素及微量元素等 因此经常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的用途 如果将张之子实体含于口中 会感到苦味 这些苦味的来源就是张之子实体中最重要的成分 三铁类 而张之三铁类的含量及品质 可是所有孤菌类的第一名 这个张之子里面的三铁类 我们也发现它可以诱导 比如说肝癌细胞的飙瘍 有会让某些 这个细胞有所谓的癌症逆转的现象 另外它又有移植血管增胜 包括移植所谓的MMP 阻断癌血管的增胜等等 牛张之它在自然的生长环境里面 当然需要野生的牛张树当作它的记组 当然它从包子开始发芽 然后长成菌丝 那菌丝需要很长久的时间吸取 它环境中所需要的各种稀有的养分 然后才逐渐成熟 转变成为子实体 那子实体的过程呢 它也继续缓慢的生长 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当然包括营养 包括它的温度湿度 还有其他的刺激的因素在里面 那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以后的话 子实体才被发现 而且拿来当作这种珍贵的药材 我们都知道张之不管是野生张之 或者是经过栽培出来的子实体 它的苦味都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强 那这些苦味的成分 最重要的就是三铁类的成分 或者是一些叫做 肥尼尔或者是白肥尼尔的成分 这个可以经过HPLC或其他方法来加以证实 哦 拥有这么多好处的张之 难怪是全世界最珍贵的药用真菌 然而因张之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因此市面上常常出现仿冒品及劣质品 消费者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呢 这是台湾的红宝石牛章枝难得一见 这么完整新鲜没加工的牛章枝 一两就要两万五 浓缩七倍的胶囊240颗快八万 13.5倍的价格更惊人 32万 就连侯堂都宣称含有牛章枝 能赚钱的都不能放过 业者宣称牛章枝能抗癌 产品不免跟贵划上等号 不过一届正从牛章枝中 萃取出这白色粉末的活性化合物 证实可以抗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东农科21家的厂商特别备上参展 义者强调说农业生计要以健康为主轴 可以看到能喝的清洁剂 还有能吃的仙人掌 以及可以直接用在客厅的牛章枝 技术领先创意十足 先喝个一口再倒一点 到桌面上轻轻一擦 玻璃立刻干干净净 业者大口喝下的可是货真价实的清洁剂 不过不用担心饼头成分成天然 这是柠檬 枫梨皮以及香蕉树 旺来本身就能吃的 我们香蕉以前 香蕉没有在吃 香蕉籽没有在吃 但是豬有在吃 再来我们的蜡蜡蜡蜡皮 这相信对人体也没有伤害 可以放进嘴巴里吃的 还有这个仙人掌 来自美国的新品种 吃起来有点十连花餐杂水果的口感 另外这个更巨奇了 价格每两上半的牛章枝 竟然可以种在自家的客厅里 只要一个玻璃香维持适当温湿度 业者号称可以维持永远生长 你在外面买的牛章 如果品质好一点的话 大概一两要两万块钱 如果自己在家里培养的话 你从木头上拿下来吃 这个可能是绝对是很真实的